市場系列好久不見啊 說到市場當然是要市場老手 熊岳母一起 這集我們來到濱江市場 這裡不僅見得到見不到的水果都有 更是旁邊的上銀水產 還有台北竹地之稱 愛吃日式生魚片的人一定也不會放過 如果你要買水果伴手禮 第二果菜市場沒有 大概別的地方也不會有了 最後據說周遭的美食也是不少 不少國內外觀光客也都會來這邊朝聖 於是今天我們就帶大家來買高級水果逛市場吃美食 GO! 不要再問我地址跟路線了 趕快下載攤拍購取得本集行程所有美食景點 只要點擊資訊欄或置頂留言的連結 加入我的最愛就可以收藏起來囉 媽媽又帶我們來逛市場了 今天我們來到濱江市場 那這個地方呢除了有果菜批發還有魚市場 很多你想要的東西都可以在這裡一次買齊 那我們今天就請高手帶路吧 我們先來第二果菜市場看看裡面有什麼 請問一下來這邊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你們家附近就有一個這麼厲害的例行果菜市場了 為什麼會來這邊 因為最近也是其實一直在下雨 蔬菜是很容易撥爛的 雖然我們家旁邊的果菜市場很大 可是蔬菜的種類真的減少很多 今天來到濱江市場 我發現它這裡很齊全 而且非常的多 數量也很 就是數量很多 看起來很過癮 而且它的菜看起來品質蠻好的 我覺得看到蠻多 平常在市場上不會看到的東西 我們帶點給大家看 我剛剛發現一件事情 這邊的蔬果都處理得蠻乾淨蠻漂亮的 有一點在超市選購的感覺 可是超市有缺點就是 很多東西它是用保鮮膜封起來 你看不到底部有沒有腐爛 然後你也不能單個單個挑 可是這邊就是結合了傳統市場 跟超市的兩種優點 它的甜椒都特別的漂亮 龍蜜菜耶 你為什麼要買這個 你家附近就有了 不是啊 這個你看特別的嫩嗎 你不覺得而且120塊 對120塊 那我可以買兩把多一點 我要做涼拌 涼拌其實可以分次吃 不用一次吃完也沒關係 我媽又找到目標了 他買佛手瓜 那剛剛說的佛手瓜呢 其實就是它上一個目標 龍蜜菜的果 對 我們講這個是香檸瓜 我都不知道它是龍蜜菜的那個 那我今天就買兩顆 這個東西它可以炒 可以涼拌都很好吃 為什麼我沒有吃過你煮的 可是它已經是變成佳肴的狀況 你才看到的 很少 我媽從剛剛進來 就一直吵著說 她要買進口馬鈴薯 那我就問她說 進口馬鈴薯 跟我們本地馬鈴薯有什麼不一樣 是怎樣 看起來比較乾淨嗎 你怎麼確定它是進口馬鈴薯 我們本地的馬鈴薯比較大顆 而且比較長 長長的 它的口感是 基本上它的口感是 脆 比較脆 但是如果你要做沙拉的話 這種進口的它的口感很綿密 很綿密 非常好吃 才會好吃 對 對對對 這家竹筍超多的 這樣一欄一欄的 然後超大的竹筍 然後小的竹筍 它都有 這邊超酷的 每一攤它不是用名字 它是用人名 不是用店名這樣子 然後我剛剛就有看到我媽的名字 大家可以來找我看有沒有跟自己 家人相似的名字在上面 我媽剛剛就講說 她就聽到人家講說 那我這裡沒有什麼 那你去張山那邊拿什麼東西 你去李氏那邊拿什麼 我們現在來到水果這一區 那這邊呢 就有店名了 那除了店名之外呢 還有標上老闆的名字 那一方面我是覺得說 欸這樣是蠻負責任的一個態度 因為你就會知道說你買了東西不好 要找誰 然後我覺得這邊的管理應該是相當不錯的 在這邊要找到一般貨色的水果 還真不是那麼容易耶 當然也是會有 那像我媽很常逛市場的人 我們家隔壁就是菜市場嘛 來到這邊逛水果還是覺得很新奇 因為你可以看到很多品種不一樣的 或者是貨色等級不一樣的水果 國外的水果 我跟你講這個此地不宜久留 這個攤子很多都有強迫症 都把它擺得超漂亮的 漂亮到像是模型一樣 然後就是你 我們家小孩很愛吃水果 所以我看到就會又想到他們 他上次跟我說 媽媽那個金的奇異果好好吃喔 下次看都可以買給我嗎 你看過火龍果 可是這是什麼 你有看過嗎 它叫黃龍白舊 有人說有些人流汗流出來都是香 我看這個水果流汗流出來的 也是香的耶 我們剛在旁邊的上癮水產逛了一圈 我們剛在旁邊的上癮水產逛了一圈 因為裡面不能攝影 所以我們有拍了一些照片 簡單跟大家說一下裡面有些什麼東西 當然水產握壽司這些一定是有的 它裡面有很有名的利吞區 如果你想要吃點啟事品酒之類的 這裡面也可以買得到 裡面滿像一個大型的高級超市 超高級超市 這裡面比較出名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 日本的松葉蟹 我們剛剛在裡面看到很多松葉蟹上面 有一點一點黑黑的 你看起來會覺得有密集恐激症 其實那才是最營養最好吃的松葉蟹 因為它要夠營養那些蟲才會附在上面 但是有殼的關係是根本吃不到它的肉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地買 上癮水產戶外的燒烤區 這個地方附製得非常漂亮 晚上如果在這邊喝點小酒 吃點海鮮也是非常地chill 像很多人都會買利吞出來站著吃 但我有一些朋友特別喜歡在這邊吃 尤其是喜歡跟朋友喝個兩杯 這邊坐著是滿爽的 雖然說價格小貴 但是有時候功能性還是很重要的 還是會有人不在意價錢的 不是它是剛好氣氛很重要 這裡滿適合觀光客的 我們剛剛在討論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它是你的日常的話 你可能就會不願意花這麼多的預算來消費 可是如果它是你的旅行中的一個小確幸的話 你會覺得花這個錢非常值得 你看像這個咖啡車 它中午時間也有賣酒 馬上就可以喝起來 這裡是台北漁市 裡面主要販售水產的真空包 也有滿多肉品 那如果說你夏天啊 我覺得來這邊逛會滿消暑的 冷氣很強 再來是呢 逛一圈就知道今天晚餐要煮什麼了 靈感都來了 我跟妳講啊 妳這邊逛一逛累了 妳看這個回去微波就好了 像這邊呢 它都會分區 那有一些地方呢 它會有一些優惠商品啊 或者是 你今天想要煮火鍋的話 你可以在那一區裡面 就找到火鍋料 或你需要的肉片 那我覺得要稍微尋寶一下 你就可以找到你心中 需要的 或者是覺得CP值高的東西 你看這邊有藍鑽蝦的水餃 它平區一顆大概12塊 我覺得還算蠻合理的 因為這邊是優惠商品區 我自己覺得合理啦 大家覺得呢 這家是涼涼品 它之前呢 有做生魚沃壽司 不過他說 現在他們家有小朋友 就不做那個了 那可是他們家的花壽司呢 看起來就是 比普通的還要好吃 我們來試試看吧 對 評價很不錯 那我們剛剛本來要去安安 但安安沒辦法 就是內用 所以我們會覺得比較不方便 因為我有時候出來 就是 吃一吃簡單解決回家這樣子 好我們來吃吃看吧 這是魚卵蘆筍花壽司 這個是半決的份量 價錢160塊 那我看到評論上面 有人說 他覺得其實價格是有點高 可是呢 吃完又覺得說 天啊我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蘆筍 然後我看到就蠻被吸引的 所以想說我們來點一個試試看 試試看 他的料我覺得 塞得很足喔 而且塞得很好 裡面的蘆筍真的非常畫龍點睛 很清甜很好吃 那因為他是現點現做了 所以所有東西都很新鮮 吃起來覺得水分滿足夠的 而且我覺得他料非常足 吃起來非常的爽快 而且裡面的那個 蔬菜啊我覺得很好吃 他的魚卵呢也特別的新鮮好吃 我覺得很推耶 這是鰻魚龍蝦生菜捲 一樣點半捲 然後這是200塊錢 蠻有意思的 他的龍蝦是指龍蝦沙拉啦 然後鰻魚看起來有一點點炙燒過 做得很漂亮的樣子耶 所以我看就是半捲這麼多了 我覺得這邊的花壽司啊 都比我們吃的寶貝好吃很多 他蔬菜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提供了水分跟爽脆的口感 豆皮壽司一個十五塊錢 所以我們就一人一個試試看 欸他的題特別的細緻耶 對看起來不太一樣喔 試試看 超好吃的 這個如果你要小孩要校外教學啊 給他帶便當他會超級開心 我要吃吃看 講成這樣 怎麼樣好吃嗎 好吃 這個豆皮真的是 比其他的豆皮呢 他比較清爽 不會一咬一下一些滿口的糖 糖膏 糖膏整個那個 爆出來這樣 很好 很好 他跟我們以往吃過的都不一樣耶 豆皮的那個層次感很好 然後再來是 就像我媽講的 他其實吃起來不會很甜 我很喜歡他這個皮啊 柔軟然後細緻的感覺 然後裡面他出飯條的也是我喜歡的 那種口味 不會過甜過酸 被吸引過來 這邊其實有賣很多水果外面的 被我媽撿到便宜 他買那個葡萄 然後因為老闆要收攤了 算他一百塊 兩包喔 兩包喔 對 兩包一百塊 我的 快 賺了吧 他的肚子 是我們家小孩賺到了 他在Google上面的名稱是 武昌清朝茶&美髮 那美髮就是老闆媽媽在經營的 那他們原來是在武昌街上面 但是就現在就搬過來了 那你現在喝的是什麼 蓮藕茶 他的評論數是不多 但是評論都說很好喝 然後說蓮藕茶呢 是基本上季節限定的 嗯 我覺得味道喝起來還蠻清爽的耶 不過老闆說因為現在那個蓮藕的季節 剛開始啊 所以現在蓮藕還脆脆的 然後後面一點的時候呢 這個味道就會變得比較重一些 但是我們蠻喜歡這種清爽的感覺的 他們家的清炒茶 一樣加一點點糖呢 可以勾勒出這個清炒的香甜味 媽媽們剛買完菜 尤其是在這麼炎熱的天氣下 來一杯清炒茶 我覺得是必須的 我們家都是爸爸買完菜 我們現在所在的是條路 其實才是冰江市場 我們可以看一下後面的景色 其實是不是有點像富士之路呢 這邊其實是龍賓商圈啦 也是年貨大街的戰場之一 就像我一回一樣 旁邊的天氣 最好的是十分炎熱的 那麼旁邊的雅頭 多了 如果沒有,你可以吃到 那就算了 就衝出來 我自己回到 找到 邊廟 後面的 讓他入口 跟著 去 這家叫做初點糧食 一樣也是在Google評論上面找到了 評價不錯 然後大家的評論都是說 用平的價格就能吃到五星級的小點心 覺得蠻不錯的 我來吃吃看這個是小籠包 塔香小籠湯包 你通常都會先咬的味道 然後倒在湯匙 沒錯 對 但是你要倒在湯匙也用 唉唷 粉湯 你知道如果我現在碗滑掉了 叫做什麼嗎 那有什麼 塔滑 湯啥 湯浪塔 真的蠻塔的 我剛剛只是咬了一小口 然後塔香全部都跑出來了 小籠包的外皮薄 但是蠻有咬勁的 麵皮蠻香 那肉餡的話呢 它是屬於比較鬆散一點點的 吃起來也很像肉丸子 我拍它的內餡給大家看一下 它其實裡面味道做的蠻細緻的 很高級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吃這個塔香 非常的輕鬆 很好吃 哦 沾了醋啊 剛剛都忘記加醬 好吃到完全用加醬 沾醋之後更提鮮了 我有點厚耶 剛剛前面幾個都沒有沾醋 這個是初點蘿蔔糕 看起來應該是港式的 先吃吃看原味 哇 這裡面看得到蘿蔔絲 而且它剛剛那個辣味啊 也是蠻不錯的 我不用沾醬就已經非常好吃了 這種就是正宗港式的 你可以吃到蘿蔔絲就最爽了 很多地方在強調 它們辣啊 自己做啊 然後很好吃 我覺得這個有時候還比 它們自己沒有強調 我覺得它有比強調的好吃 它是有一點點那種 XO醬那種感覺 可是吃起來其實後勁蠻辣蠻強的 我覺得蠻感濕 對 會怕辣人 要小心一下 這個是伯爵芝麻流沙包 蠻特別的 真的超級流沙的 其實我覺得算是爆漿了 伯爵芝麻 爆漿流沙包才是來自然出現的方式 這個口味蠻有趣的 就是如果它全部都是芝麻的話 會顯得太濃郁 然後芝麻吃多了會有點膩 可是它加入了一些伯爵的味道的話呢 就是會有一些新鮮感 更是清清淡淡淡的 它伯爵茶香氣蠻明顯的 那像我們平常就喜歡喝伯爵茶的人呢 就一定是OK的 可是有一些人喝不慣 因為伯爵茶它帶有一些否手乾的味道 所以有的人可能會覺得吃起來不是那麼習慣 它麵皮還蠻好吃的 並不會蓬鬆感很多 那吃起來也是微微的有點咬勁 我覺得蠻有Q勁的 蠻喜歡的 越嚼越像你那個 內餡也很俏 這是手工杏仁豆腐 飯後來一杯應該是蠻不錯的 試試看 我先講要缺點跟優點 優點好攜帶 缺點在裡面的內容少了一點儀式感 蠻綿密的感覺 真的蠻綿密的 那它這個杏仁豆腐裡面是配糖水 但是整個甜度並沒有調得很高 所以吃起來還是蠻順口的 在炎炎夏日裡面也不會覺得太甜膩 我覺得他們這邊很厲害的就是 它裡面也有提供茶水給你喝 然後又是無糖的 我覺得很重的 你這種不喜歡 到處都是喝得很甜的人 它這個茶水是冰的喔 我炎炎夏日超棒 初點糧食這間店啊 雖然它整個店面小小的 座位不多 那整個裝潢是偏簡單 可是它提供的這些餐食呢 我們覺得算是蠻精緻的 以這個價位來說 很具水準的 評論上很多人說 你可以用大概百元的價格 就吃到五星級的港點 但是當然你想要有 額外更好的服務的話呢 就是比較沒用 設備產品當然沒有這麼好 可是我覺得是 宋式CP值高的一間小店 值得一試 我們來總結一下 今天在濱江市場的附近呢 就是逛逛街買買菜吃吃小吃 其實呢這個地方啊 很多觀光客都會來 那這邊有很多有特色的水果 不管你要送禮也好 或者是呢 想要買一點高級品 犒賞自己也不錯 那如果當成一個夏天的景點的話呢 這邊呢 買東西很多地方有冷氣 也是蠻不錯的 那今天比較可惜的是 我們本來想要在上癮水產 做力吞的體驗 然後在安安海鮮呢 買一些生魚片 但是 對 但是他們都不能夠拍攝 所以我們還是留給大家自己現場 來親身體驗好了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喔 大家掰掰